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X调查 故事发生在哈马尔达班山脉 它位于俄罗斯贝加尔湖南部 该山脉长420公里,宽65公里 海拔最高点2396米 每年8月积雪消融 平均气温维持在11摄氏度左右 植物种群非常丰富 哈马尔达班山脉临近贝加尔湖 风景优美地质奇特 一年四季都适合观光旅游 古老的森林奔腾的河流 以及巍峨的雪山 都吸引着无数徒步登山爱好者 它被认为是西伯利亚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发生了一起山难事件 其过程甚至比人们熟知的 迪亚特洛夫事件更加诡异 登山者们一度被认为 遇到了某种超自然力量 事件档案被俄罗斯列为机密 接下来就为您讲述 这起诡异离奇的山难事件 1993年的8月1日 这天是个星期天 一群年轻人聚集在穆里诺 这是一个围绕火车站建立的小镇 紧挨着贝加尔湖 再往南就是哈马尔达班山脉了 8月份的时候没有冰雪覆盖 气候温和 前往徒步的人比往常更多 即将出发的这群年轻人来自哈萨克斯坦 领队老师名叫科洛维纳 这年41岁 是一位徒步专家 还是一位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 曾获得过苏联颁发的体育大师称号 家长们都很信任这位老师 暑假期间会把孩子们交给他 学习野外生存课程 科老师组织了一支七人队伍 打算在第二天离开莫里诺小镇 去南面的山脉里 展开一次围棋一周的徒步活动 队伍里大部分是校园徒步团的学生 三男三女 其中年龄最小的15岁 最大的24岁 其中三名男生分别是23岁的亚历山大 19岁的丹尼斯 以及15岁的帖木儿 亚历山大是莫斯科国立科技大学的学生 12岁起参加徒步团 是队伍里最强壮 身体素质最好的队员 另外他也是科老师看着长大的孩子 不久前还向他的女儿求婚了 科老师非常喜欢他 认为他是自己的准女婿 队员丹尼斯本来并不在队伍名单里 有一个同学的家长不让孩子参加 丹尼斯才顶替了进来 他加入时父母正在度假 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许可 只在家里留了一张纸条 说我去爬山了 很快就会回来 帖木儿出生在一个登山世家 从小开始跟着家人登山徒步 是徒步团里的积极分子 只要有活动一定少不了他 队伍里的三名女生 分别是24岁的塔亚娜 16岁的维多利亚 以及17岁的瓦伦提娜 其中瓦伦提娜在后面很关键 我们就叫他小瓦 塔亚娜刚从大学毕业 后在一家师范大学担任秘书 闲暇之余喜欢爬山 对远距离登山徒步很感兴趣 维多利亚本是被柯老师拒绝的队员 因为在去年徒步的时候 他因太疲惫而崩溃 大哭发脾气 柯老师非常不喜欢这样坏脾气的队员 但维多利亚非常喜欢哈马尔达巴山脉 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 于是求着母亲给老师打电话 又再三向老师保证不会发脾气 才被允许加入团队 小瓦是哈萨克斯坦 彼得罗巴普洛夫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 正在学习旅游体育专业 未来很可能成为与柯老师一样优秀的徒步团教师 一年前柯老师刚刚带着大家 完成了天山山脉的徒步旅行 难度级数为四 大家也都顺利完成了 这里的难度用的是维市等级系统 级数一 徒步行走即可 级数二 只要简单的技巧 偶尔会用到双手 级数三 需要混合技巧 可能需要携带登山绳索 级数四 常要用到绳索 级数五 真正开始算攀岩 攀爬时必须使用登山绳索 各种保护装置和攀登保护技术 级数五以上还有一系列精确划分 目前人类达到的最高攀岩难度为5.15A级 这次柯老师又带领登山队来到了山脉 选择了一条难度系数三的线路 该线路全长230公里 从莫里诺小镇出发到朗古台山口 然后翻过汉乌拉山到帕托湖 最后抵达终点四流江卡 整个路线绕行半个哈马尔达班山脉 难度级数三的意思是需要混合技巧 可能需要携带登山绳索 这次活动从半年前就开始计划了 对他们这样一支具有经验的专业队伍来说 这样的难度并不高 就像一次夏季观光旅游 时间来到第二天 队伍出发正式开启为期一周的徒步之旅 同一时间进山的队伍有很多 其中一支是由柯老师的16岁女儿 大塔利亚带领的登山队 我们就叫她小娜 他们选择的路线是一条难度系数四的路线 起点是从穆里诺小镇出发 横穿整个山脉腹地 然后抵达帕托湖 最终沿山级抵达终点四流奖卡 柯老师能够放心让女儿单独带队进山 也说明他们对这条路线已经相当熟悉 是充满信心的体现 柯老师跟女儿约定 两队在帕托湖会合 然后共同完成后面的路段 进山前柯老师按照习惯 打电话给了气象台 确认了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 得到的回答是天气晴朗没有降雨 随后他们正式出发 刚开始的路程十分顺利 两支队伍同路 边走边欣赏沿途风景 时不时停下来拍照留念 半天后两支队伍抵达了 穆里诺小镇和朗谷台山口的中间位置 他们在这里兵分两路 小娜带着队伍准备穿过山脉腹地 直接往帕托湖行进 科洛维亚则是带着队伍 往朗谷台山口前进 分开前 柯老师反复叮嘱女儿小娜注意安全 小娜写得有些不耐烦 可她还是听完了母亲的唠叨 并答应回小星 随后小娜带着自己的队伍扬长而去 看着女儿离去 柯老师带着队伍进入了狼谷台山口 刚进山没多久 大家就发现天空开始 稀稀利利地下起小雨 显然天气预报判断错误 还好队员们为了以防万一带了雨衣 他们穿好雨衣继续前进 虽然出现了小插曲 但对于这个经验丰富的团队来说 并没有太大影响 每个人的背包里还准备了一套厚实的毛衣 并用防水袋密封 即使降雨不停 山里气温骤降 也可以穿上毛衣预寒 就这样登山队在雨中坚持走了两天 时间来到两天后 此时他们已经走过了狼谷台山口 开始攀登海拔2371米的汉乌拉山 队伍要沿着山脊翻越过去 中午以前队伍攀登到了海拔2000米 到达这个高度后 山脊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高山草原 景色十分优美 但此时山上的雨却越下越大 还伴有雷暴和大风 沉重的雨点像碎石一样砸在队员们的身上 他们需要尽快通过山脊到达森林地带 此时山路变得越来越泥泞 他们走得越来越困难 但最终还是用天气延缓了原来的计划 下午4点 队伍艰难地移动到了海拔2310米的位置 这里已经很接近山顶了 只要再走一段路就能翻越过去 下山后就能进入森林地带 那里的树木可以帮助遮风挡雨 暂时躲避恶劣天气 又走了几公里以后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队伍行进的步伐变得缓慢 队员们纷纷开始体力不支 现在的气温为10摄氏度 但暴雨将他们的衣服都打湿了 身上的热量正不断流失 体感温度要更低 看到这样的情况 领队柯老师决定让大家原地扎营 他们要在山上过夜 等休息充足后 天亮再出发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决定却让整支登山队伍 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第二天 小娜的登山队 已经顺利抵达了帕托湖 这是两支队伍原先约定好的会合点 他的队伍已经在这里等待了整整两天 却始终没有见到母亲 柯老师的队伍 小娜不禁开始担心起来 他和队友们商量 希望可以再等几天 可有队员表示反对 因为他们物资有限 不能久留 如果多等几天发生15短圈 后果难以预料 无奈之下 小娜只能带着队伍离开 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母亲 希望他们能尽快跟上来 8月18日 小娜的队伍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四流江卡 但他越发感到不安 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一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 于是小娜向救援部门报告了母亲队伍失联的情况 切报后搜救队迟迟没有行动 小娜心急如焚 不断催促救援队赶快上山寻找 但搜救队因天气恶劣为由予以拒绝 直到三天后直升机才缓缓起飞 这一早就是三天 在8月24日 他们终于发现了情况 此时距离8月5日 柯老师队伍失联已经过去了19天 在汉乌拉山搜救人员 找到了柯老师和其他五名队员的遗体 但还有一名队员小娜不知所踪 法医结果显示 柯老师死于心脏骤停 剩下的则因失温症失去生命 六人都存在营养不良 他们的肝脏和肌肉都缺乏糖原 多器官衰竭 直到身体再也承受不住 山大事故发生后 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 人们觉得法医给出的结论 并不令人信服 还有一位队员小娜没有被找到 理论上他还有活着的可能 于是各大媒体开始纷纷寻找起了小娜 只要找到他 就能了解整个事发经过 媒体的力量还是十分强大 竟然真的有人在一所医院病房里 找到了受了重伤的小娜 面对媒体的再三询问 他支支吾吾的说出了那几天的经过 当时正值夏季 山里气温不算太低 队伍行进到汉乌拉山顶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大家都很疲惫 柯老师决定让大家在山上就地扎营 但天空不作美 凌晨四点的时候 狂风撕扯开了帐篷的通气口 雨水瞬间灌了进来 情况十分糟糕 几名男队员用睡袋堵住了缺口 其他队员将灌进来的雨水擦干 直到凌晨六点 狂风才逐渐停了下来 但每个人的睡袋里都进了水 一些队员因抵抗力下降 出现呕吐症状 大家知道不能逗留太久 简单吃了早餐后 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囊 上午十点 队伍开始下山 这时天空中飘起了雪花 气温变得更低 虽然队员们都有着一定的登山经验 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 队伍里的男生也开始忍不住抱怨 说他们又湿又冷 还找不到任何地标 柯老师见状安慰道 虽然我们都被大雨淋了三天 但只要按照原计划下山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也没有想到 就在男生们的抱怨声中 意外悄然降临 队伍里身体最好的亚历山大 突然跌倒 在被同伴扶起来后 他依然走得跌跌撞撞 领队柯老师觉得情况不对劲 于是决定让丹尼斯和骗木尔 带着其他队员继续往前走 自己则留下来 照顾这个未来的准女婿 这时亚历山大已经昏迷 失去意识 过了一会 走了没多远的队员 在听到柯老师的求救声后 又折返回来 只见亚历山大口吐白沫 双手抱着膝盖蜷缩在地 身体不断地抽搐着 塔亚娜健壮赶紧支起了一顶遮阳棚 其他队员也跑过去帮忙 小瓦和柯老师一起帮助亚历山大 可紧接着亚历山大就开始流鼻血 无论如何也止不住 同时他还惊恐地睁大眼睛 眼睛里也开始向外渗血 瞳孔也在慢慢放大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小瓦感觉到他的体温正慢慢地消失 就在这时柯老师悲伤地说 他没有脉搏了 谁没有想到短短几分钟而已 亚历山大就失去了生命 正当所有人惊魂未定之时 维多利亚也猛地坐在草地上 大家以为他是被吓到了 就把他扶到遮阳棚下面来 但当小瓦去扶他的时候 维多利亚却变得凶狠起来 他发疯似地撕咬着小瓦的手臂 同时还发出阵阵嘶吼声 小瓦想找同伴帮忙将维多利亚拉开 可他回头看的时候 却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塔亚娜居然用脑袋不断地撞击岩石 头部鲜血直流 戴尼斯则躲到了一块石头的后面 正往睡袋里钻 大家似乎都被什么可怕的东西吓到一样 小瓦一把甩开维多利亚 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没想到柯老师也和亚历山大一样 口吐白沫 身体抽搐 小瓦看见躺在地上的贴姆尔 用手推了推他 但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被吓傻的小瓦 突然被丹尼斯踢了一脚 丹尼斯叫喊着说 赶快下去 风很大 小瓦来不及多想 抓着自己的背包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被风吹下了山 一开始丹尼斯还紧跟在后面 但过了一会儿 小瓦并没有看到丹尼斯跟着自己 进入森林后 小瓦害怕极了 刚才似乎就是一瞬间 所有同伴都倒在了地上 他担心自己也会变成那样 过了许久 小瓦才缓过神来 感觉一阵寒冷 他拿出备用毛衣穿好 再用遮阳伞盖住自己 躲在睡袋里 就这样在惊恐中度过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小瓦醒来 意识到自己身上没有补给 经历了昨天可怕的世界 也没有人带领下山 他顿时有些迷茫 想要活下来 就必须要有水和食物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远路返回 去拿同伴身上的物资 回到现场后 所有人都保持着昨天的位置 没有人活着 小瓦也不敢多想 迅速从队员那里 搜集了指南针和食物 然后就独自下山寻求救援 就这样他独自在山里走了四天四夜 虽然已经下到了 斯涅日纳亚河 但依然没有找到居民点 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发高烧 不停的干咳 意识渐渐模糊 他不想就这样脏兮兮的 离开这个世界 他强忍着身体不适 爬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打算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 再慢慢迎接死神的降临 但就在此时 他在河湾的拐角处 看到一艘明亮的双人披滑艇 小瓦顿时看到深的希望 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双手 双人披滑艇上 是一对来自乌克兰基辅的游客 其中一位叫做伯日诺夫的男子 看见了小瓦 他将披滑艇滑了过去 奄奄一息的小瓦 就这样获救了 众人在大致了解了经过后 反而引发了更多猜测 当人们想进一步了解时 小瓦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不知去向 医院和家里都不见他的踪影 杀难事故疑点重重 人们开始提出自己的猜想 对于造成他们营养不良的原因 参与搜救的副队长古刘斯接受了采访 他表示自己很早就认识柯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 有一次自己在贝加尔湖北边和柯老师相遇 当时他身后跟着两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走了下来 那两个男孩看起来非常疲惫 其中一个男孩走路东倒西歪 甚至连开路的柴刀都举不起来了 看见他们后 古刘斯就邀请男孩们进帐篷里 刚拿出牛奶和面包 男孩们就扑上去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就好像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一样 当时古刘斯记得柯老师跟自己说 今后打算开一所生存类学校 教孩子们如何野外生存 以后跟学生们登山 就带很少的衣服和食物 然后借机磨练他们的意志 培养坚韧不拔的品格 古刘斯说 自己当时听到他这样的话心里很生气 那两个男孩还是青少年 柯老师不应该用自己专业运动员的要求 来折磨小孩子 这次搜救现场 古刘斯又看见了类似的情况 现场只找到空的肉罐头 古刘斯说 假设一下 山顶上下着暴雨还伴随狂风 气温无比寒冷 柯老师却命令大家将肉罐头分成七份 古刘斯在搜救过程中默默祈祷 也许可以在营地中找到糖果或者巧克力的包装纸 但什么也没有找到 队员们在饥寒交迫中就吃了这么一点点食物 难怪他们会营养不了 但是紧接着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搜救人员在现场只找到空的肉罐头 这也并不意味着队员们早餐只吃了罐头 很可能还有其他食物 搜救队找到这里已经是失联的19天后了 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这个时期 食物残渣被野兽叼走 或被大风吹到了别的地方 媒体曾打算采访幸存者小瓦 想了解队伍里的饮食状况 但小瓦自从接受了第一次采访后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关于法医给出的队员们因失温症而亡的结论 搜救队队员表示 在发现六名遇难者的时候 现场有三人撕碎了自己的外衣 只穿着单薄的内衣 其中还有两人光着脚 看起来当时非常热 而不是非常冷 让人们感到有些诡异 其中柯老师身边的朋友叶夫跟你表示 根本不相信体温过低的说法 他宁愿相信队员遇到了外星人 也不认为柯老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意外 因为他跟着柯老师一起徒步十几次 甚至还一起到过零下50摄氏度的地区 都安然无恙 他对柯老师的专业性没有任何质疑 所以他认为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然而登山专家对此做出解释 现象看似诡异 但其实恰恰符合失温症的表现 这一现象叫做反常脱衣现象 这是因为人的体温在低于32摄氏度以后 下丘脑的调节体温中枢就会产生错乱 然后释放出身体很热的错误信号 队员们就是在这种错误信号的引导下 开始脱衣服 同时还会不受控制的发狂 这种反常的脱衣现象 在其他山难事件中也频频出现 并不奇怪 专家们的话看似非常有理有据 但这次却不一样 在当时有一个搜救队队员名叫塔塔尼科夫 他曾质疑过专家的说法 他表示自己知道反常脱衣现象 都是发生在冬季的山难世界中 而这次是发生在夏季 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可以说非常罕见 发生的概率极小 而且遇难者都出现反常脱衣现象 更何况 队员们都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 还有专业的老师带队 不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即使淋了好几天雨 队员们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 在这种情况下 队员只要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生活求救 无论如何也会获救 但他们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另外他们会选择在山坡上过夜 也十分奇怪 即使是长途跋涉 让他们精疲力尽 不得不在山坡上休息 但离他们30分钟路程的地方 就有一个避风港营地 在地图上也有明确的标注 他们为什么不去那里呢 再者 他们每个人的背包里 都有提前准备的预寒毛衣 可是在现场 他们每个人的干毛衣 都没有使用过 看起来从未感觉到寒冷 搜救队员在现场 发现了他们吃早餐的痕迹 这个团队是在第二天 吃过早餐后才纷纷遇难的 这和失温症的理论有矛盾 有人提出更大胆的猜想 认为登山队伍 受到了神经毒气的影响 根据小瓦的描述 他们当时都口吐白沫身体抽搐 眼睛和鼻子都在流血 这很像一种神经毒气的产生症状 包括科老师的心脏骤停 也与之相符 这种神经毒气叫做诺维乔克 是苏联在1971年研发的 恰好在事发的1993年停止生产 有人认为 该神经毒气停产前的最后几次试验 就在哈马尔达班山脉里进行 登山队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误闯了试验场所 导致中毒 但也有人对这样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哈马尔达班并不是一个无人区 在每年的8月份这里都是旅游旺季 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前来 即使军方要在这里做试验 也不可能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和这个地点进行 另外这样的理论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小瓦没有受到影响 后来有人发现 这种神经毒气可溶于水 并且在自然环境中 至少需要四个月才能降解 这样一来军方试验的时间和地点 就不需要和登山队伍重合 可能在几个月前 军方就在山上进行了试验 后来暴雨把山上残留的神经毒气 冲刷到了登山队扎营的地方 之后太阳出来 毒气在空气中挥发 就导致了队伍出现了中毒现象 毒气是从泥土当中挥发出来的 这就完美解释了亚历山大 为什么第一个中毒 因为他摔了一跤 过程中接触到了地上的毒气 接着俯下身帮助他的队员们 也纷纷中毒 而小瓦之所以没有中毒 是因为他被科老师支开去帮助维多利亚 而维多利亚又狠狠地将他赶走 在大家中毒的过程中 只有小瓦在不断地移动 这就导致了他远离地面 中的毒并不深 同样中毒不深的还有丹尼斯 可丹尼斯最开始选择躲在石头后面 并且还钻入了睡袋里 由于睡袋中的空气不流通 这样就导致他中毒 最后丹尼斯和小瓦跑下山的时候 已经中毒太深 无法跟上 这个猜测还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 大家认为小瓦在获救后就消失不见了 他可能与安全部门签订了某种保密协议 第二 8月18日 科老师女儿小娜就报警了 但直到21日直升机才开始起飞 24日搜救队才到达了事发地点 这中间一共有6天的时间 可能有人故意在等待毒气消失 但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支持 只能被当作一种都市传说来看待 后来又有人猜测 他们第二天吃的早餐有问题 幸存的小瓦曾向媒体提到过 登山队一路上都按照科老师的要求 采集一种叫做金根的植物 这种植物其实就是中药里的红顶天 它是一种生长在低温高海拔区域的稀有植物 而且搜救队也在遇难者的背包中发现了大量的金根 根据小瓦的说法 自己逃生一路上都是靠吃金根才活下来的 而且登山队伍之所以会在山上耽搁 其实因为队员们都在忙着采集金根 有人认为队员们在采集的时候 不小心混入了一些有毒的蘑菇 第二天早餐煮金根的时候 这些毒蘑菇又不小心被混在了一起 大家试用后导致中毒 这也符合幸存者描述的 有人用头撞石头 有人发狂咬人 但这个理论似乎也经不太起推敲 首先科老师本身就对草药非常有研究 他有着专业的判断 不可能不认识有毒的蘑菇 让整个团队都务实 此外幸存者小瓦当天也吃过一模一样的早餐 他没有出现过中毒的现象 这个推测似乎并不站得住脚 在这之后人们提出了更多猜想 其中最细思极控的一个猜测 是搜救队副队长古刘斯提出的 他认为这很可能是萨满的诅咒 队员采集了大量的金根行为 可能冒犯到了当地人的信仰 张力居民是一群叫做布里亚特的蒙古人 他们信仰藏传佛教和萨满教 在他们信仰中 金根是一种神圣的植物 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礼物 人类不应该贪得无厌的获取 更不应该拿去贩卖 柯老师他们一定是采集太多了 所以上天降下诅咒 哈马尔达班在当地蒙古人语言中 意思是可怕的石头 最开始只是贝加尔湖旁的一小段山脊 那里曾有一个祭坛 将沿海的平原一分为二 所以在当地人心中 整个哈马尔达班 从来就不是什么风景优美的旅游圣地 而就是一座祭坛 在古流斯提出这个猜测后 又有人说出了同样可怕的想法 东山队事发所在的汉乌拉山 是一座非常不吉利的腰山 相传在很久以前 一位韩王因战争被逼上了绝路 在这座山峰上 韩王选择自我了结 他用了草原上最恐怖的方式 就是一点一点的放干自己的血 草原上的人认为 人类的灵魂都在血液之中 这也意味着 韩王要将自己的灵魂附着在山上 拒绝转世 之后当地人对这座山峰充满了敬畏之心 无论如何都不敢采摘山上的金根 幸存者小瓦曾说 在山上的时候 大雨突然变成了雷暴 所以有人认为是韩王对他们的惩罚 登山队可能真的遭遇了某种超自然力量 有人认为 队员们可能遭遇了刺身波和臭痒 搜救队队员费多罗夫认为 当时他们选择扎营在山脊上就有问题 其位置恰好处于一个不宽不窄的峡谷之中 一整晚的强风很可能在山谷中产生刺身波 这些刺身波虽然人耳听不见 但是人的大脑却能感知到 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当时雷暴也可能在山谷间 电离出大量臭痒 这些臭痒不断聚集 在清晨的时候浓度达到最高 导致他们集体臭痒中毒 出现神经错乱的症状 团队遭遇了刺身波和臭痒 这个说法虽然在当时非常新颖 但是以当时的科学技术很难被客观还原 此外 这同样也解释不了 为何小瓦没有受到影响 除这些理论外 还有人开始怀疑起 这个唯一活下来的人小瓦 他说的证词真的准确可靠吗 是否有可能他受到了什么创伤 导致记忆出现了偏差 他将团队们的症状夸大其词了 还有人怀疑 小瓦可能因某种原因 被登山队伍集体孤立 他怀恨在心 所以将自己的队员都杀害了 可无论大家怎么猜测 都无法求证 小瓦是唯一活下来的人 可最后他也销声匿迹了 所有的猜测都无法验证 这起刹难事件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谜 等待了26年之后 当年的幸存者小瓦 还有柯老师的女儿小娜 一起出现在了电视节目中 他们道出了一段更离奇的故事 2019年 当调查记者听完小瓦的故事后 看见小瓦站了起来 从衣柜里拿出了一串老式念珠 小瓦对他们说 这是自己被救回私柳江卡后 一位当地搜救人员送给自己的 直到自己拿到这串念珠 才意识到真的脱离了危险 他相信这是人类与大自然的一种和解 同时小瓦还表示 柯老师绝对不是一个刻薄的人 当时登山队伍每天的饮食 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队伍里也没有人憎恨柯老师 另外在山上扎营前 他们曾尝试升起一堆篝火 但由于天气太恶劣了 最终失败了 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在寒冷中过夜 接着小娜又在采访中说 当时在队伍出发前 当地曾有人提醒过他们 今年山里很不正常 有一头巨大的棕熊 咆哮着锤打铁路 还企图拦截迎面驶来的火车 在进山后 他又总能看见一头巨大的迷路 一直在沿途注视着他们 甚至因为这头迷路 他们绕行了很长一段山路 耽搁了大半天时间 从森林的边缘绕了过去 队伍走到一处山谷时 发现全是横七竖八的树木 这是刚刚发生过泥石流的场景 如果他们当时不绕路 那可能就会遭遇这场泥石流 后来小娜经常在梦中 梦见那头迷路 她始终相信是那头迷路救了自己 令人没想到的是 两位当事人在26年之后首次发生 好像也并没有讲出事情的真相 反而讲出了比神经毒计更夸张的超自然说 这让这起山难事件变得更加扑瘦迷离 时至今日 哈马尔达班山难事件 依然是一桩未解之谜 它和1959年发生在乌拉尔山脉的迪亚特洛夫事件 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它也被称为第二起迪亚特洛夫事件 抛宽理性分析和客观调查 有人认为这也是一起发生在雪山区域内的第二起梅里雪山事件 从云南的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 再到蒙古和贝加尔湖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信仰藏传佛教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神山信仰 也许小老和小娜讲述的就是自己被神山信仰所折服的故事 只是很难让普通人相信 哈马尔达班山难事件成为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直到今天依然有各种不同的猜测 希望有朝一日随着科技的发展 能够真相大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